新冠肺炎來勢汹汹 台灣如臨大敵 中港澳犯台的民眾 都需要居家隔離14天 台中市卻針對居家隔離者 開出首張罰單 15號中午李幹事戴著口罩 要送給家住太平的林先生 那他去之前 事先打來通電話 而他卻說 我現在在忙 你等等再過來 李幹事直覺有異狀 我們李幹事直覺警覺性 所以就去他家等 然後一直打鼓 後來他才從外面回來 等一兩個小時吧 這名30歲的聯姓男子 13號才從中港澳返台 15號開始14天的居家隔離 預計28號結束 沒想到第一天就在外面趴趴 衛生局決定開罰 衛生局可以處於 1萬到15萬元 他的情節比較嚴重 所以衛生局可以再把他 就是從事給他隔離起來 男子在中午12點37分 返回住處 檢疫人員替他兩耳溫 都沒有發燒的狀況 市府也強調 男子出門都在掌握當中 目前台中市有2000位居家隔離者 太平靈性男子是首位開罰個案 新冠肺炎讓全台灣繃緊神經 罰錢事小 萬一傳染 造成防疫破口 就不是罰錢那麼簡單 記者王一少年加慶張志凱 台中報導